琴歌王子光两首次公日开唱。 土法练刚唱日文发音准诚意十足。 初爆超过二十年的琴歌王子光两首登日本东京Zap Tokyo开唱,吸引千名歌迷爆棚支持,为了演唱会组band,演唱超过二十首经典琴歌的她,还特别苦恋日文演唱了刘若音翻唱日本知名女子二重唱Kairo的经典歌曲。 后来,让全场歌迷嗨翻,此外,光良在日本音乐圈好友、中校界以及童话编曲家中村太义都到现场支持,首次在日本扮演唱会的光良近一百分钟的精湛表演,透过音乐与当地的音乐人及歌迷做交流,突破了语言的隔阂,让全场掌声,欢笑声不断,也让光良在日本的第一次可说收获满。 有助许多郎郎上口如红话,第一次等经典型歌作品的光良,由于传潮度超高让她出道至今在亚洲各地累积许多歌迷,其中有不少日本粉丝都引颈期盼光良能到日本开唱。 今年一开春光良就宣布在十八分之三选在五月天,张辉妹都曾造访过的Zap Tokyo举办,可说让日本粉丝欣喜若狂,签张门票开卖随即受庆,让光良开心地说,每年特别节日都会收到日本歌迷寄来的礼物和卡片,信件, 这次终于可以带助自己的音乐跟日本粉丝碰面,超级期待。 这次演唱会特别取名为第一次,除了是因为自己出道二十多年首次在日本开唱外,还有一个原因是跟自己的经典歌曲。 第一次有关,原来这首歌在正式发行前,光良曾把Demo放在网上,虽然没有歌词,但好听的旋律及深情的哼唱,深让许多网友喜爱不已。 也因为没有歌词,哼唱声又与日文发音很像,让许多歌迷一开始以为这是一首日文歌,还在网上展开热烈讨论,让光良印象深刻。 光良表示,因为第一次被误认为日文歌的缘故,加上第一次在日本东京举办演唱会,所以取名为第一次,希望跟粉丝共创一个第一次的美好回忆。 值得一提的是,到日本开唱入境随俗的光良,特别选唱了一首流若英翻唱日本知名女子二重唱Kairo的经典歌曲。 后来,把这首歌以日语与中文融合演唱,变成光良版。 后来,光良表示,我在1999年帮刘若英的专辑中制作了五首歌,其中一首就是后来。 因为这样的缘分,让我对这首歌有特别的感情,第一次到东京开唱,一直想说要带给大家什么惊喜,想了很久,还是用音乐传达最贴切,希望大家会喜欢。 问光良如何练习唱日文歌,她笑说,我用涂法练纲的方式,把先把日文版的后来下载到自己手机,趁工作空档就戴上耳机练唱。 感觉自己好像回到学生时期背书一样,一有空就听旋律背歌词,也许发音不完全准确,但一定诚意十足。 以一身帅气的绅士造型登场的光良,一开口唱从初到以来的粮食情歌包括 童话,第一次,伤心的铁,天堂,掌心等,此外,新增的Unplugged族曲桥段当中,首次尝试吧,如果你还爱我,回到一个人改编成Wassanova曲风,新鲜感十足。 其中招牌歌曲 童话一唱出,熟悉的旋律让台下的日本粉丝都开口大声唱和,和说完全用音乐打破语言隔阂,玩完全全征服在场的樱花妹及淘汰狼粉丝。 值得一提的是,这首超夯的不仅风靡日本,全球各地包括韩国,泰国至今已有超过十国语言在翻唱,带来千万经济笑意不说,网友说可以媲美邓丽君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也让光良立于情歌王子地位二十多年逆立不摇。 而除了音乐让歌迷惊喜连连,光良在演唱会上还打破日本艺人在演唱会上先找会下台跟歌迷互动的不成文规定,与主办单位协调后,在演唱会上再唱这首歌时下台跟歌迷握手致意,让台下歌迷乐不可知。 除了下台握手,首次在东京开唱的光良为了要留住第一次的回忆,在唱这首歌时还拿起相机跟台下歌迷一起玩自拍,留下珍贵的合照画面。 更让日本歌迷惊喜的是,把中日文版的后来诠释得淋漓尽致的光良,诚意十足的表现更让现场尖叫声连连,瞬间掀起现场最高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